一年也只有24万块 你就被买通了 你的灵魂也只值这点钱 你不觉得可笑吗 你才二十来岁三十来岁 你一辈子就卖个这样的系统 你不觉得可笑吗 车上带着是谁 你带着是谁 带走谁了 说话 僵尸 你觉得我们可笑 我们觉得你更可笑 你知道吗 多少生意没有人 热闹的春夕路 就望平街 现在龙泉区还封着 清白江区还封着 你们都不怕 因为你们都有薪水 老百姓的钱 老百姓的现在就存款 就养活你们 你们知不知道 你们算什么呀 你们算继生长线 你们这些继生长线 你们还要养我们 我们还要吃掉 我们发我们的皮 喝我们的血吃 我们的肉 对吗 看着他严坠 看着他严坠 为什么要严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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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有没有深信 你长得心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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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敢严坠 你敢看我 我敢看吗 敢看吗 敢不敢看啊 你这把老百姓 都被关得多惨 多惨你们知不知道 你们当警察的出租 是什么 你们是干什么 你们应该为人民服务 抛打的你 为人民并服务 人民警察为人民 拖下衣服务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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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务� 你们都已经不是人了 你们都只要靠充电就可以活了 你们为爱发电 老板真的是为爱发电 你们的家人 我需要你们的孩子 你们以后也会成家立业的 也会有小孩的 我们要风控多少年 你们想要风控多少年 想要我们老百姓 变成畜生 变成家 被你们养的家畜吗 中国人是全世界的笑话 好吗 全世界的笑话 大家好今天是2022年的 11月28号星期一 刚过去的这个周末啊 对很多很多的中国人来说呢 特别呢是对很多中国年轻人来说 可以说呢是一个非常惊心动魄的周末 这方面这个具体的情况 狗哥过去两天呢已经是做过两个影片 是展示了很多 所以呢今天呢就不再重复讲了 接下来 中国墙里边呢肯定还会发生 类似的抗议活动 但是呢狗哥在今天看到的信息啊 是中国的这个主要的大城里边 像这个大学的附近 一些广场地铁站的附近 都是部署了大量的警察 他们肯定呢是要阻止和镇压 再发生类似的像周末这样的抗议的活动 所以呢再往下 中国的这场运动它会怎么走 会怎么发展 大家呢都可以跟狗哥一块呢是密切的关注 今天的狗哥呢主要是跟大家聊 对这场运动的一些观察 大家清楚了这场运动的一些特点之后 应该呢就会对他在以后的这种发展的趋势 会有更清楚的认知和判断 大家呢也就会更清楚的知道自己 特别的是这个中国的网友们 自己会在这个事里边呢去发挥什么样的作用 去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另外呢狗哥今天呢还会给大家呢分享一些比较重要的信息 首先呢是对周末这场运动的一个观察 就是中国的很多年轻女性真的是非常的了不起 非常非常的勇敢 现在肯定有这个很多的网友已经注意到了 就是周末这两天中国各个地方的这个抗议活动里边呢 有很多都是中国的年轻女性她们首先发起的 而且呢他们中呢有很多人呢敢于站在最前线去直接面对警察 今天面开头的这个两个小视频都能够很清楚的反映这个状况 第一个小视频狗哥呢不确定他发生的这个具体的地点啊 不太清楚他是在中国的上海还是在成都 第二个小视频里边的场景呢可以肯定是发生在成都 应该的是在昨天晚上 两个小视频里啊大家呢都看到了啊都是这个很多女生 她们站在最前排是直接面对警察 让警察看他们的眼睛 所以呢表现的真的是非常的勇敢 在这呢狗哥呢也想感慨一下啊就是成都这座城市里边的这个年轻人 这个周末的表现是让狗哥呢有点这个刮目相看 狗哥这个肉体啊是没去过成都 以前对成都的大概印象呢是只有两个 一个呢是成都那的这个川菜肯定是这个辣的受不了 另外一个印象就是好像这个成都人的生活呢都是这个比较的安逸 比较的悠闲啊 这成都呢号称是这个中国最悠闲最安逸的这么一座大城市 所以呢这个周末成都他也发生这种民众反对风控 要求自由的这种大规模的抗议活动 而且呢成都这个声势呢还非常的浩大 这个呢真的是比较出乎狗哥的意料啊 让狗哥对成都这个城市呢是有点刮目相看啊 所以呢在以后的这个有生之年啊 狗哥呢呃是希望啊还能够有机会去肉身的体验一下成都这座城市 那关于成都呢就不多说了啊 还是这个继续赞美中国的这个年轻女性们真的是非常的了不起 这个周末的这个白纸运动如果狗哥观察没有错的话 应该呢也是南京传媒大学的一名女生她首先发起的啊 就是片头小视频后边那张照片里边的那名女生 那赞美女性的话呢狗哥呢就不多说了啊 在这呢主要呢就是呼吁一下中国的这个男性们啊 大老爷们们以后呢再遇到这种事儿 最好呢大老爷们们是站在女生们的前头 即便是这个中国的爷们们啊不敢 或者说呢是不好意思站在女生们的前头 那至少呢也要站在女生们的旁边啊 或者说呢是背后在支持她们 让她们呢不要感到那么孤单 最重要的是啊中国的爷们们绝对不允许让这个警察们 各种黑皮们对站在前头的女生们动粗动手啊 大家呢不管用什么样的办法 以后呢绝对不要让警察和其他各种黑皮们 对女生们去动手 狗哥认为呢你作为这个中国的爷们啊 精壮汉子如果在这种事儿上 你眼睁睁的看着女生们被警察骚扰 甚至说被警察拉走你不敢冲上去 那你这个还是回到这个墙上吧啊 这方面的狗哥呢就不多说了啊 这个周末的这个中国年轻女性们 真的是非常的勇敢非常的了不起 对周末这场运动狗哥的第二个观察 就这次呢主要是中国社会里面 长期存在的一些沉默的反抗者 反对者他们这次呢是终于不愿意再沉默 终于敢公开站出来针对集权公开表达反对意见 资深的哥们都知道狗哥呢是曾经有一个判断啊 是在两年多之前狗哥在当时讲 超过95%的中国人其实呢都是粉红 这个呢是在两年多之前的判断 应该呢是在疫情的第一年啊 中国红狼们最疯狂的那时候 那经过之后这两年多 中国政府清零政策的这个各种的垂打和折磨 应该呢是有这个不少 当时的小红狼们是清醒了一点 会有一点这个洗心革面啊 他们对于这个所谓的国家政府啊 民主自由不能当饭吃 但是呢没有民主自由肯定就会没饭吃 像这些道理他们呢会有一些更清醒的认识 今天狗哥呢要重点讲啊就是即便是两三年前 中国极端民族主义最疯狂 中国人整体上最粉的那时候 中国人里边呢也存在一定比例的这种反抗者 反对者 但是呢他们的力量在当时呢是被这个中国政府 还有中国最广大的这些个红狼们给完全压制了 他们在当时很难站出来去公开表达反对意见 他们只能做比较沉默的反对者 但是呢在刚过去的这周末呀是终于有这么一个契机 中国社会里边存在的这个反对者的群体呢 他们终于是敢于啊 并且呢他们能够公开走上街头去表达公开的反对意见 在狗的印象里呢这个呢应该是习近平时代的第一次 资深的玩家们应该呢都会知道 在习近平的前任胡锦涛时代啊 在这个2011年中国呢是曾经出现过一次叫茉莉花革命 但是呢那次的这个规模呢是很小的 应该呢是指在北京和上海这两座城里边呢 有一些很小规模的活动啊 跟刚过去的这个周末的白纸运动的这个规模呢 他是没法比的 那为什么当年茉莉花革命的那个规模小 这次白纸运动的规模大 这个呢狗哥今天呢就不去详细的去分析了啊 狗哥今天呢是要重点的提醒大家 就大家呢可以从这个角度啊 就是从这些事儿他传承的这个角度呢 去观察中国社会的变化和发展 这也是狗哥的第二个观察 就是这个周末发生的这个白纸运动 是中国社会里边长期存在的这个沉默的反对者群体 他们呢是第一次敢于走上街头去表达他们的诉求 而且呢他们这次的力量和声势呢比以前都要大 而且呢这方面呢还有一个观察 就是现在的这个中国海外的留学生群体里边 敢于站出来公开反对中共集权的这个人数呢有增加很多 像今年的这个中共二十大之前 北京四通桥的那位勇士彭丽发 他公开挂出那个抗议标语之后 在中国墙外边公开进行大规模响应 支持这个彭丽发诉求的大多数都是这个海外的中国留学生 那这次的白纸运动有很多海外的中国留学生呢 也都在各个国家各个城市呢去参与举行公开活动 悼念乌鲁木齐火灾的遇难者 并且呢支持中国国内的抗议活动 狗王呢必须要说呢 这种中国海外留学生大规模支持中国国内抗议的场景 绝对呢也是这个习近平时代以来的第一次啊 特别的是大家呢可以把这个和三年之前 香港反送中运动那时候的场景呢对比一下 那个时候在中国墙外边 中国留学生们他们最典型的场景 是不是就是大量的这个中国粉红留学生 跟香港人在闹 跟香港人在对抗 在海外去骚扰破坏香港人的抗议活动 对不对 当时在海外的这个中国留学生群里里边 是不是基本上看不到敢于公开站出来去支持香港抗争 反对中国集权呢 但是呢 近年以来 不管是在这个北京四通桥抗议那个事啊 还是在这个周末的这个白症运动里边都出现了大量的中国海外留学生去公开表达支持抗议中国集权 这个呢就是这三年以来一个非常明显的变化 狗哥呢可以确定啊 如果说香港再出现反抗中国集权的大规模行动 那支持香港人的这个中国年轻人的比例肯定比三年前要多不少 特别呢是在这个海外的中国留学生群里里边肯定的会是这样 这个呢就是中国三年的这个清零各种加速开道车 是让很多这个中国年轻人确实呢是清醒了不少 再一个观察 肯定大家呢也都注意到了 就是两个多月之前的这个北京四通桥抗议事件 对这个周末的中国白症运动产生的巨大影响 这个周末的这个白症运动里边不管是在上海还是在北京还是在成都还是在这个广州 中国年轻人们喊的这个最多最响亮的口号 是不是就是彭立发在北京四通桥上挂的那个大横幅的内容 不要核酸要吃饭 不要封锁要自由 不要谎言要尊严 不要文革要改革 不要领袖要选票 不做奴才做公民 这个状况就充分反映出来四通桥事件 他产生的非常巨大的影响力 这种影响力估计呢也会出乎彭立发本人的预料 如果说他的监狱里边能知道中国这个周末状况的话 这个情况就验证了这个中国最高领袖习近平 习主席 他曾经抄香港人作业讲过的一句话 一句金句 叫这个世界上没有从天而降的英雄 只有挺身而出的凡人 北京四通桥抗议的那个彭立发 他就是这么一个敢于挺身而出的凡人 他挺身而出之后 在中国很多人的心里边呢 他呢就成了从天而降的英雄 那刚过去的这个周末的这个中国白质运动 也是很多很多的这个中国年轻人 凡人他们在彭立发的感召之下走上街头表达抗议要自由 然后呢他们自己呢也成了英雄啊就是这个道理 这个呢是狗哥对这场运动的几个观察啊跟大家分享一下 现在呢给大家分享一个信息 是一位上海市民他的名字呢叫卫海 他应该呢是前天晚上在上海的那个乌鲁木齐中路 首先放鲜花和蜡烛表达哀悼的上海市民 但是现在呢这位卫海先生呢他已经是跟这个朋友失联了 可能呢是已经被警察抓了 大家现在看到的是卫海他在失联之前写的东西啊 是对前天晚上在上海乌鲁木齐中路发生的事的讲述啊 大家呢就可以看到一个凡人的行为 他是怎么在一定程度上引发上海抗议活动的 卫海说呢他是一个普普通通生活在上海的百姓 跟朋友呢还组建了一个乐队 他说呢在得知这个乌鲁木齐火灾的事以后呢感到十分的无力啊 感觉这个唯一能做的事呢除了发朋友圈哀悼之外呢 也只有去上海的乌鲁木齐路去坐一下 然后呢在前天晚上这位卫海先生就和他的女朋友啊 还有另外两个朋友他们是拿了一些花和蜡烛 就走到这个乌鲁木齐路进安福路的路口啊 把花和蜡烛呢放在了一个角落里 他说呢当时街道上来来往往的人群 有些人呢是拍了照啊有些人驻足 但并没有人逗留太长时间 过了一段时间以后警察来了 劝劫大家呢都早点回去休息 但正是因为警察来了导致有越来越多的人 关注到这个木齐的活动 人群呢也慢慢的聚集起来 其实这个状况跟当年香港的情况就比较像啊 就是本来这个民众行使这个集会游行抗议 这些个合法权利 民众举行这些活动时候呢 原本的都没有太大的问题 经常是警察来了以后 容易呢让这个事呢变复杂啊 变激化演变成冲突 这个状况大家呢也都需要知道 上海的这位魏海先生说呢 他去乌鲁木齐路之前没有设想过 今夜会发生什么事儿 也没有带有除了默哀以外的任何目的 他只是希望可以有一个地方去祭奠死去的人们 但是呢他没有想到 在现场的人呢是越聚越多 警察呢也越来越多 他不知道这个事会以什么样的方式收场 他希望大家默哀以后呢都可以离开 甚至也想过把鲜花和蜡烛撤走 但是呢警察呢当时呢已经把默哀的那片小区域 是围了起来 他们没有办法进入 到后来警察呢是拉起了警戒线 人们开始走到警戒线之前和警察对话 然后呢人们自发的在街上游走 举起了白纸 最后这位游海先生说 他已经是完成了他自己想做的事 他的也不后悔 因为他并没有做错任何事 他说呢大家都是中国云云众生的一分子 都有血有肉 为侍者安息是最基本的人道主义 希望大家都能够获得这样的权利 他说呢我热爱我的国家 我热爱我的民族 我也期待着同样自由和平等的热爱 这个呢很可能是最开始在上海的这个乌鲁木齐路 表达哀悼 然后在一定程度上引发上海这次白纸运动的一位上海市民 他的名字呢叫魏海 他的讲述还有内心 他现在呢是已经失联 有可能呢是被上海的警察抓了 可能呢还有他的这个女朋友叫吕燕妮 如果说看到这个情况呢 网友们有在上海的相关渠道和能力 真的应该去救一下这些上海市民 好了今天就跟大家分享这么多啊 非常感谢大家的观看 咱们下期再见啊拜拜